万众瞩目的全国乒乓球 锦标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国平主力回到各自的省队 和省队的运动员一起出战乒乓球全国锦标赛 为了各自省队的荣誉而战 其中主教练并不会随球员一起出战 更多的还是省队的教练指挥 更多的时候要考验球员的个人综合能力了 现如今率先进行的是团体赛 如今男女团的八强已经产生 女团这边孙颖莎带领的河北队 气势长红3比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 王毅迪陈信彤带领的辽宁队也成功晋级 值得一说的是王曼玉放弃了女团的比赛 然而黑龙江女团却进入八强 最让球迷惊讶的是陈梦带领的 山东女团却爆冷输球无缘八强 其中陈梦2比3不敌小将韩飞尔 爆出本次全景赛的最大冷门 看了直播的球迷都知道的 山东队2比3输给山西队 首场比赛韩飞尔3比2 险胜王晓彤 接着张优加0比3不敌陈梦 三单对决是梁家宜2比3 西拜孙一真 一单对一单韩飞尔3比2 险胜陈梦 二单对二单张优加3比1战胜王晓彤 陈梦面对小将韩飞尔 在连输两局的情况下 陈梦没有放弃奋起直追 强势翻成2比2平 来到决胜局韩飞尔冲进十足 陈梦一直处在落后 最终出生牛犊不怕虎韩飞尔十一 比8抱大冷击败世界第二的陈梦 反观陈梦没有给山东女团赢下宝贵的一分 最终山东女排2比3 输给山西女团无缘八强 经常关注陈梦的球迷都知道 陈梦最近三年带领山东女团 在关键时刻总掉链子 比如2020年全国锦标赛 上面输给河北女团的何卓嘉 2021年的陕西全运会女团 比赛中输给辽宁女团的陈姓彤 现如今在全国锦标赛上面陈梦 爆冷输给山西女团的小将韩飞尔 很多球迷疑惑 为什么奥运冠军世界第二的陈梦 为何回到省队不能带领省队 像孙颖沙一样大爆发 带领省队冲击冠军 有球迷认为陈梦最近接连参加了三场大赛 陈梦是一名老将太累了 输给冲击性十足的小将不奇怪 正所谓在一在二不在三 陈梦最近三次带领山东女团都输球 并且陈梦身为山东队的 头号球星没有带队夺得胜利 很多球迷吐槽陈梦太依赖教练 反观孙颖沙在国家队被称为外战英雄 最近豪夺三连冠回到省队首战 封出3比0 并且本次全国锦标赛很多球迷认为 孙颖沙会带领河北女团未免冠军 看到陈梦连续三年团体赛输球 终于明白孙颖沙为什么是外战英雄了 经常看球的朋友都知道陈梦 能夺得奥运会单打的金牌 并且现如今只差一个世拼赛 得冠军就可以夺得大满贯 细心的球迷发现陈梦打球可打熟 打声不稳也就是说跟经常在一起的五朵金花 能发挥水平外战及队内不长 交手的队员就会出现问题 也有球迷吐槽陈梦教练 马林是一个精通算计的教练 有他在陈梦身边可以给陈梦分析对手 给陈梦制定战术 这样陈梦获胜大概率更大 反观孙颖沙的综合应变能力更强 也就是说没有主教练孙颖沙的比赛 一般都会很稳 不太容易出现暴冷的可能 因此球迷才称孙颖沙为外战英雄 大家说对吗